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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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这个策略叫做一简洁 二突出三亮点 第一简洁说明自身的基础信息就是自我介绍的部分 这部分必不可少 第二个要突出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工作成果 第二个是工作能力 第三个在自身优势潜力 驱动力和未来行动等三个方面 要尽量的提炼出你的亮点来 也通常是加分享 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考虑可以帮助我们竞聘者去思考 竞聘报告要简要的说明的内容 要强的重点以及亮点和内容的占比 把这些内容思考清楚以后 怎么写报告就迎刃而解了 好 说的有点简单 那我们来具体解释一下 下面具体来看 一简洁二突出三亮点怎么来做 首先看 一简洁 这第一部分就是要简单的说明自己的基本情况 包括个人的基本信息 教育背景 专业和从业经历等等 这部分内容公司系统里都有 不用写的太过详细 篇幅也不用太长 在整个报告当中 大约也就占到15% 最多不超过20%左右 但信息务必要准确 虽然说这部分原则上略写就可以 但从具体情况来看 这部分基本信息有一点值得专门提出来 那就是我的学员在之前的一家公司 做过跟现在竞聘岗位类似的职位 而且业绩还不错 也就是说他已经具备了相关的精力 这一点对竞聘这个岗位是很有价值的 那他在竞聘这个岗位的时候就更有竞争力一些 所以可以把他这部分的精力强调出来 并且提供重要的数据信息和证据来支撑 并且显示出自己的什么自信心 所以在这里强调一下 基础内容上原则上要简洁一概 然而也不要遗漏特别有价值的内容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呈现自己竞聘优势的地方 其次叫二突出 这部分开始进入到报告的核心内容 这怎么百分之百的展现自己的工作成果 那么两个突出是要突出什么呢 一个是以往的工作成果 第二个突出是你的工作能力 看到这些有些人有疑问了 突出工作成果不就是突出能力吗 其实这两个方面的强调的角度 还是有差别的 举个例子 先说工作成果 它的好坏有主观和客观因素 同样做产品销售 有的大公司的宣传的品牌到位 平台搭建非常完善 销售起来就比较容易完成指标 个人能力的差异不明显 再举个例子 如果你过去的职业生涯中 有从事的只是一个相同或类似的工作 尽管你工作业绩出色 那只能说明你做这份或这类工作 具备一定的能力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从事过各种不同的岗位 各有挑战 而且你的业绩记录一直都很漂亮 那么就能进一步说明你具备 比较强的工作能力 能胜任不同的岗位和挑战了 这说明你自己的能力比较强 信服度就会提高 所以在报告当中 只罗列和强调业绩数据是不够的 还要在此基础上 重点说明自己的综合能力是怎样的 那还有什么能体现个人能力差异呢 比如啊 你曾经做过一项工作 或者项目 时间紧 任务重 缺乏资源 或者是面临着程序解决的难题 而你呢 迎难而上 克服了很多困难 完成了这个任务 这说明什么 同样是业绩好 而这个业绩良好的含金量就提高了 这就是突出工作业绩以及工作能力 进一步说明你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且工作态度是什么 积极向上 愿意迎接挑战 这样呢 你的个人信用级别也提高了 特别是啊 如果你竞验的岗位是一个要求创新变革和非常挑战的工作 那么这部分精力呢 如果你能够提及啊 和提炼和呈现出来 是会加分的 所以啊 突出工作成绩的同时 不要放过任何呈现和突出你能力的内容 最后啊 是三个亮点 三个亮点呢 是呈现出自己的优势潜力 驱动力和未来行动 如果说两个突出呢 是突出以往的成绩和能力表现的话 那这个亮点部分呢 就是你如何面对未来 面对你竞争的新岗位 你怎么和这个岗位的要求进行匹配的部分 特别是你目前所在的岗位和应聘的岗位有很大不同的情况下 这个很大不同可能是追业领域 胜任力要求 职权范围等等啊 具体解释一下 那三个亮点 第一个叫优势潜力 就是针对应聘的岗位 你有什么优势和潜力 在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啊 是你已经分析过应聘的岗位要求 以及个人经历能力如何去与它进行匹配 那怎么分析呢 再介绍一个小的工具啊 建议竞品者呢 可以用5WEH 多问自己几个问题 来分析这个岗位和它的要求 以What Why 和Who 来举例啊 比如说 What 做什么 这里呢 包含岗位的职责角色 主要的意地交付 在组织当中定位等等 其次呢 是Why 为什么做 企业为什么设立这个岗位 他在组织当中贡献的价值 以及组织对他的期待是怎样的 这个岗位的上下游及其合作关系是怎样的 等等啊 第三是Who 谁来做 这个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是我 对吧 我有什么异于他人的优势 用这个提问的方法呢 可以较全面的梳理出 竞聘岗位的综合要求和特殊性 由此啊 帮助你找出竞聘这个岗位 有什么区别于他人的优势 当然啊 前面讲的两个突出啊 也是你的优势啊 那说到潜力啊 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在做高潜力人才评估和发展计划 那各企业评估标准和维度也不一样 但基本是相通的 两个方面 即是什么 思考能力 还有可持续可证明的工作业绩 思考能力包含了你的什么 思考的广度以及深度 这就是高潜人才必须要会想会干 什么叫会想呢 举个例子 很多企业会考虑员工的综合潜能 例如有战略思维 全局观 善于学习等等啊 这些是公司在甄选重要职位时重要的考量 那有些企业呢 有些重要岗位啊 除了考核该员工能胜任该职位外 企业还会考核什么呢 还会考虑这个员工啊 的上升空间 这个员工是否能够胜任 下一个更高的和更高阶的岗位 如果两位候选人业绩相差不多 企业会选哪一个 会选用那个有更高潜力的候选人 符合公司长远和战略发展需要的候选人 因为那是企业什么 重点培养的人才是未来的领导者 在这里啊 竞聘者可以进一步了解公司呢 对高潜人才是怎么定义和评估的 有哪些维度和考量 可以把这部分内容啊 也考虑进去 你可以用一些例子来证明 如果适用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上级 或其他管理者的相关背书 在报告当中呈现出来 这也算是一个亮点 那三亮点的第二个呢 叫驱动力 从个人驱动力的角来讲啊 只有个人价值观 职业发展愿景和组织的价值观 及愿景匹配 才能够全范围的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个人才能怎么样更好的 长足的和企业共同发展 比如说有很多企业啊 非常重视员工的价值观 和企业价值观和文化的匹配 比如华为的狼性文化 公司要选什么 要选的都是同路人 就是一种价值认同和精神契约 在这样的企业里啊 个人驱动力非常重要 不符合这一价值观和精神 缺少充劲干劲和热情呢 个人在企业当中很难生存和发展 其实啊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 有的企业呢 特别重视社会责任 有着严格的商业经营准则 所以你看有着非常优秀业绩的员工呢 会因为违反公司的某项商业原则 而被公司解聘 那有的企业啊 特别看重员工的吃苦奉献精神 在评估业绩当中呢 也会被考虑 所以啊 在报告当中 我们可以有理有据的说明自己 如何认同和践行公司的价值观 表明态度 就是表忠心呢 企业呢 都乐于看到一个符合和践行公司价值观和文化的员工 走到重要的岗位上来 那第三个亮点叫未来行动 啊 什么叫未来行动呢 就是针对竞聘的岗位 你未来将要做什么 如果有可能 竞聘者可以分享自己对应聘岗位的初步想法 以及如果应聘成功 自己将采取怎样的策略方法 来达到岗位的要求和总值的期待 当然啊 这个竞聘报告的篇幅有限啊 竞聘者对岗位要求的理解呢 在没有录制前所掌握的信息也是有限的 报告中可以注明具体的举措 在就职之后 给予全面完整的建议 就这个竞聘报告来说啊 如果包含了这样的初步设想 会让人感觉这是一个积极思考 努力进取的人 好 那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你在写精评报告当中啊 没有思路或者思路不清晰 可以尝试呢 以上这个策略叫什么 叫一简洁二突出三亮点的小策略 第一步简要提供基本信息 第二步突出工作成果和你个人的能力 第三步提炼相应的什么 优势潜力驱动力和未来行动等三个亮点 用这个小策略呢 去设想和规划 由此找出相应的主线和辅线 把报告想得更加的全面清晰 找出结构更好的呈现工作成果和自己的优势 抓住晋升的机会 结构思考力可以帮我们思考清晰 表达有力 生活清爽 功课高效 以上就是本讲的分享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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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